Lun Sang 女生 雅昀第一次跟老公在哪裡碰面 在加拿大 她第一次約妳就很開心地去了 我覺得這男生怎麼那麼敢 約會的地點竟然是在游泳池 約我去游泳 誰會第一次約會約去游泳 這個居心實在是 她是驗鬆身材嗎 不是 她只是看說這個女生喜不喜歡運動 可是因為那位可以跑步什麼 我們游泳是有一點點 你第一次就要 她喜歡水上運動之類的 想要看她活動 第一次約會 第一次約會 她覺得我是汗鴨子 然後她說她可以教我游泳 我就心裡想說看她要搞什麼鬼 所以我就去了 後來她才發現說我很會游泳 因為我國小是游泳選手 對 所以後來她又約了去打籃球 然後去做一些水上活動 還有划船 登山 她是體育老師嗎 不是 因為她之前有生過一場病 然後她對她來說 她覺得健康對她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她挑選了另外一半 要符合她內心的期許 就是喜歡健康的生活 所以代表她一直在測試你 在測試你是符合她的標準 她還做了哪些測試 還有看我是不是會緊迫叮人 然後因為我個性太像男生了 其實我很 其實我很不喜歡穿裙子啊 化妝啊或是 對 可是 對那時候她譬如說 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會告訴我說 她要去哪裡之類的 我就說喔好 然後她就說 妳沒有要跟我說什麼嗎 我就說沒有啊 就這樣子 怕死這一關又過了 然後她像她突然不見 我也不會說一直找她 所以她會覺得說 其實我是一個 對她來說是一個可以放鬆的女生 但是我覺得妳老公真的是 滿有計畫性的人 因為聽說她 想盡辦法讓妳回到韓國 跟她生活 是 妳當時知道她的這個詭計嗎 不知道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男生 因為她是一個 一開始我們都是朋友的時候 我們周遭的朋友都以為她是gay 為什麼我會覺得她是gay的原因 是她的筆電 是健身猛狼的照片 然後她身邊周遭都沒有女生朋友 然後女生朋友 可能要跟她勾肩大背 她都說不要碰我這樣子 對 所以她讓我覺得很放心 但是我也確認她的性像 是真的喜歡女生 就是她是一個非常自律的 我們小孩都生了 這個說不定還沒在確定當中 這樣 奇怪八年有小孩都 可能是為了爸媽生的啊 嚇死她了 妳讓我認了一下 沒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其實交往半年的時候 她就回韓國了 所以我們有半年的時間 其實是遠距的 那那時候我有告訴她說 其實我想要在加拿大 申請設計學校 我想要念就是碩士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又得知英國那邊 有打工有學 我也想要去看看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冒險的女生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訂了很多 自己的計畫 但是她覺得我的計畫都沒有她 她不高興 她就說 妳不來韓國我們就分開 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她是一個很難的男生 又可以讓我很放心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好吧 那去到韓國生活看看好了 來這一招 對 就一去她就說 我們登記結婚吧 好穩喔 所以 所以我們真的是裸婚 沒有求婚儀式 沒有訂婚 什麼都沒有 對 就我們就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生活是兩個人 要一起共同經營的 這感覺是她跟你逼婚耶 我就傻傻的被騙了這樣 那如果那時候妳跟她說 我不想去韓國呢 就分手了嗎 其實沒有 我後來問她說其實不會 其實不會 對 我也是被她騙了 OK 我們看一下照片 對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加拿大的照片 對 我爸都滿帥的啊 她好高喔 她多高 對啊 她其實沒有很高 她一百... 一百七十六吧 一百七十七左右 OK 她滿錯的耶 她有告訴她爸媽 她要結婚嗎 我第一次見到她爸的時候 她爸其實那時候也是 穿著西裝 然後來告訴我說 就是 拜託請妳讓她先念完大學 她那時候大學沒念完 對 她那時候還剩半學期 哇 對 她那時候是念中央大學的 那個公共行政系 然後她爸爸其實是希望她 將來可以去到 政府機關工作的 因為她是主修法律 復修又是財經 所以其實是滿有機會 就是... 可是那時候代表她不知道 你們兩個其實已經結婚了 已經知道了 所以她希望我可以勸她兒子 就是把該做的事情做完 後來有念完吧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 因為她自己的事情 她會自己去做決定 所以她也是像相依一樣 但是她都自己做完 然後最後才跟你講 其實我老公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譬如說她給我A B的選項 我告訴她A 她就會去做B的事情 所以我不希望給她任何的意見 去左右她 因為...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是不是韓國... 這就是大男人啊 不想要被女生... 是不是不想被女生牽證走 我不想要順從你的意見 我不知道碰到男生都好奇怪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從哪裡來的勇氣 可以這麼衝動的結婚 對啊 你說她是個完美主義者 跟她生活很輕鬆嗎 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譬如說像 我之前想要 就是做好媳婦兒的本分 所以那時候 譬如說 因為我只會做台灣菜 所以我把高麗菜切一切 拿下去炒 那整盤拿去倒掉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菜為什麼要拿去炒 為什麼要吃熱的 然後我就說 因為台灣都這樣子 後來我就... 之後的飯都是她在做 OK 對 那我也輕鬆 韓國不吃熱菜 對 她都吃生菜 常常隨時要維持這個家裡的乾淨 是 我們家有那種黏地板的 我們不用吸塵器 因為她覺得吸塵器吸不乾淨 一定要用黏的 那比較累耶 是 不能機器人自己跑來跑去掃不行 那時候好像還沒有掃地機器人 就是一般的那個 譬如說打一聲的那種 手動的吸塵器 OK 你可以跟她說 我有點累嗎 待會再做 她看不下去她自己會做 所以我們家的馬桶也是她在刷的 對 那就還好啊 她在幫忙做 但是她一開始會念我 她覺得我應該要做 然後我告訴她說 我有做啊 但是不符合她的標準